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定义曲面上的法线方程式 和曲面上的切线方程式 好现在首先我们来定义曲面的法线方程式 我们知道呢曲面方程式我们可以写成G of X Y Z等于0 那么它在X0 Y0 Z0的这个Dial G呢 跟所有过这个X0 Y0 Z0的曲线方程式 XT YT ZT的这个维分啊 它是垂直的好前面我们讲过 那么因此呢Dial G X0 Y0 Z0呢 就是这个切平面方的切平面的这个法线的这个方向 也就是与切平面垂直的这个方向的一个向量 因此呢我们可以得到法线方程式 就是XT等于X0加上partial X X0 Y0 Z0乘以T 那么YT呢就是这个Y0加上这个G的partial Y X0 Y0 Z0乘以T 那么ZT呢那么ZT呢就是Z0加上G的partial Z X0 Y0 Z0乘以T 这边T是实数 那么这里呢X0 Y0 Z0就是曲面上这个地方 X0 Y0 Z0这一点 切点那么在这个方向呢的这个法线呢 通过这个点这个地方传过去 这个跟切平面垂直的这个法线的这个代表它的这个向量呢 就是这个partial X partial Y partial Z 也就是我们的Dial G 好这样子我们就是得到我们这个法线的方程式 好那么现在曲面如果是表示成Z等于F of X Y呢 那我们可以把它改写成这个F X Y减Z等于0啊 这个F X Y减Z是一个三个变数的函数 我们称之为G的话呢 我们就有什么对G做这个偏微分 就相当于如同前面一节我们所说的对这个F的X微分 Z是常数为成了0 对F X Y的Y做偏微分 Z是常数为成了0 那这边我们对F X Y呢 做微分的时候因为它是常数 对Z微分的时候它是常数 所以为成0 那么-Z对Z微分就得到了-1 所以我们这里的这个partial X partial Y partial Z呢 其实啊就是啊 这个F的partial X F的partial Y跟-1 好所以我们刚刚的这个啊 法线的方程式呢 就可以写成下面这个形式 也就是呢 我们把好的 我们对照一下哈 我们把这个partial G的partial X G的partial Y G的partial Z呢 写成了啊这个啊 F的partial X 啊这边这个Z0没有 好Z0没有把它削掉哈 好那这里啊 F是两个变数XY的 好所以这里就是啊 F的partial X在X0Y0 这个地方啊的值啊 那么我们刚刚说把这个啊 G of Partial Y啊 就改成了F of Partial Y X0Y0 好那这边G of Partial Z呢 啊就是-1 好所以-1乘以T就是-T 那在这个地方X0Y0Z0呢 我们同样的也有X0Y0Z0 Z0是什么呢 Z0啊就是这个F of X0Y0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Z0 也可以写成这个F of X0Y0 好所以我们现在呢 这个啊双变数的函数啊 Z等于F of XY啊 过这个X0Y0 F of X0Y0的法线方程式呢 就是它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下面的定义 好定义法线方程式 如果我们的曲面呢 是表示成G of XYZ等于0 好那么我们知道 它过X0Y0Z0的法线方程式呢 就是XT啊 X0加G of Partial X 在X0Y0Z0乘以T YT是Y0加G的Partial Y X0Y0Z0乘以T ZT等于Z0加G的Partial Z X0Y0Z0T 好那双变数函数呢 Z等于F of XY 如果我们的曲面表示成这个样子的话 好那那过这一点的法线方程式哈 那过这一点的法线方程式哈就是XT等于X0加上F of Partial X X0Y0 这边没有Z0我们改成Partial X X0Y0乘以T 这边Z0因为我的笔啊 画不上来 所以我把它写在旁边 好那这边YT呢 等于Y0 加上F的Partial Y 在X0Y0 同样的这边Z0我们它画掉 好我们就改在这边 是Partial Y是X0Y0 好的 那么ZT呢就是等于F of X0Y0减T 那这边F of X0Y0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Z0 好 好的